第1574章不死 时间在流逝 两人的交手越发激烈 全境相撞发出的力量令周围的一切都遭殃 两人身形闪动 所过之处 草木与粉尘炸飞 化为素素的沉默纷纷扬扬 宛如两团绿球滚滚向前 法空站在暗处摇摇头 他们还没办法精准控制力量 没办法将力量凝聚起来不散发出去 真正精准的力量 控制好了 将如两块石头一般 即使相撞也不会涉及到其他 但两人已然拼尽全力的情形下 在精准控制力量确实不太可能 一黑一白两股力量 宛如光明与黑暗 相撞产生的威力让人咋舌不已 这其中也涉及到了精妙的道理 值得好好的研究 他心眼打开 观察入微 仔细看两股力量相撞 为何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威力 随着时间流逝 黑暗的力量越来越强 光明的力量便显得暗淡了许多 曲之间便如行走在漆黑的夜里 无穷无尽的黑暗在周围 他只身一人举着一个火把 这火把还摇摇欲坠 随时会熄灭 法空看得赞叹 曲之间确实是心智坚纯 在这般情形下 情绪丝毫没有波动 依旧拼尽全力 不受影响的出招 即使胡舒霞越来越强 他也奋勇迎击 没有一点退缩之意 没有想着暂避锋芒 一定要杀死胡舒霞 胡舒霞双眼变得越发漆黑 黑得深邃 而眼白被黑暗侵蚀 越来越少 最终一双眼睛彻底变成了纯黑 看上去极为吓人 他这一双眼睛 好像能把人的魂魄吸入其中 也就许之间的心智坚纯 没受其影响 换了另一个人 已然失魂落魄 无力再战 这是胡舒霞的力量 催发到破开极限的程度 已然开始损伤他自身的魂魄 这种情形每延续一秒钟 他的魂魄便损伤一丝 维持不了太久的时间 可这般情形下 他的力量增长是惊人的 许之间已然到了极限之后不再增加 他却不断地变强 越来越强 许之间便如漆黑夜里的一只小蜡烛 随时会熄灭 摇摇欲坠 越来越不行了 法空仍旧没动作 许之间双眼只剩下白光 已然看不到眼瞳 唯有一片耀眼的白光 这般情形下 他力量被压制 几乎都被压回到了身体 身体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精神也是一样 这换在别人身上 只有一个后果 最终不堪重负导致暴体而亡 必死无疑 可在许之间身上就未必了 法空药等等看 到底会如何 哈 胡书霞忽然舌战春雷 一声断鹤仿佛令天地戛然而止 输得一尽 他拳头忽然消失 下一刻出现在许之间的心口 便是一团黑光 许之间的心口猛的蹦射白光 将胡书霞的拳头照亮 将其上面的黑暗彻底驱除 恢复了原本拳头模样 胡书霞压然瞪大眼 眼中的黑暗也在迅速散去 恢复了原本模样 他脸上的惊讶之色越来越浓 觉得不可思议 他原本觉得这一拳便要结果了许之间 许之间的力量已经到了极限 再也不堪自己一击 这一拳就足以送许之间归西 即使法空在身边 也没办法救许之间了 因为这一拳所蕴含的力量太过庞大 且是天外之力 佛咒也没办法化解的 许之间是必死无疑 自己要考虑的是如何脱身了 避免与法空直接交手 恐怕未必是对手 法空身怀神通 打是打不过自己的 却能缠得自己无比难受 非常的麻烦 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一拳下去 不但没能打死许之间 许之间身上反而传来一股 配燃磅礴的力量 在这股力量跟前 自己显得极为渺小 不堪一击 自己身上的力量宛如冰雪消融 眨眼功夫 虚空之上的伪力被驱散 身体里留下的只有自己本身的力量 这力量更加的微不足道 他想到这里的时候 身体飞起 宛如一片叶子被狂风席卷而起 曲之间追到空中 双拳同时导出 砰砰砰砰 闷响声不绝于耳 胡舒霞的身体振动不停 一口气挨了十几拳 砰的一声落到一棵松树上 棕树剧烈晃动 差点耳折断 但最终还是挺住了 晃动不已 胡舒霞的身体也跟着起起伏伏 曲之间飘飘落到树梢上 俯看着胡舒霞的身体 双眼的白光仍旧在扩散 法空没有现身 免得打扰许之间 呼 嘘 呼 嘘 呼吸声宛如风声 越来越响 而许之间身体越来越明亮 最终被一团白光笼罩其中 看不清楚 法空露出笑容 果然 许之间在这般极限的环境下 还是凭着他自身的坚韧与坚纯而突破了 对于光明圣教弟子而言 这便是最好的修炼机会 待呼吸声慢慢平息 许之间的身形慢慢显露 白光慢慢缩回了他身体 待所有白光都缩回去 他身体输得一亮 好像一块黑玉般流转晶莹光泽 随即消失 恢复了原本离黑如炭 法空出现在他身前 扶掌笑道 恭喜恭喜 曲之间露出笑容 他的目光落到了挂在树叉间的胡书霞尸首 摇头道 如果不是有你在 我撑不过去 在绝境之下 因为法空的存在 自己一直没有绝望 没有波澜 心如水 不受干扰的彻底与光明之心相结合 才能让自己更进一步 唯有法空存在 自己心境没办法保持宁静 便无法专注唇一 这一次就凶多吉少 现在挂在树叉上的尸首就是自己的了 法空笑着摇头 归根到底还是许兄你修为足够深 后激而勃发 自己的存在确实是稳定了他心境 可如果他没有平时的刻苦修行 不断积累 这个时候顶多是不死而已 不能更进一步 曲之间笑着摇摇头 来到了胡书霞的尸首前 叹一口气 误入歧途 可惜了 胡书霞的力量邪恶之极 却能控制得住 尾时失其才 只可惜碰上了自己 可惜与光明圣教有学海深仇 自己只能杀死他 法空道 他还没死透 曲之间一正 法空道他可没那么容易死 如果没有心眼 看不到虚空之上的力量 如一缕细思轻轻柔柔飘落到他百会学 也会觉得他死了 轻跳停止 彻底没了气息 身体开始僵硬 怎么看都是死了 可那一缕力量的存在 让法空能笃定 他并没有死透 是处于一种死生之间的奇异状态 第1575章观察 这种奇异状态之下 常人看来是死了 即使武林高手也看不出来一丝的生机 这是虚空之上力量所造就的独特状态 似生非生似死非死 身体看似死了 可对虚空之力来说并没死 还能保持着生机 还能继续动作甚至活着 更重要的是 还能逆转生死 这个时候的胡书侠 既可以忽然出手 一击必杀 还能有死转生 胡书侠身为一个死人 没有人防备 在这个时候忽然出手 很容易达到一击必杀的目标 即使是许志坚 猝不及防之下 被胡书侠接时 使打一拳恐怕也难逃重伤 重伤之下 再紧跟着两拳就能结果了性命 这一招可谓是阴毒狠辣之急 许志坚忽然一拳倒出 这一拳飘轰而轻盈 精准地击中胡书侠的眉心处 将其眉心打得凹陷下去 不 胡书侠后脑勺炸出一道血剑 鲜血夹杂着白浆 显然是将脑浆打了出去 胡书侠身子一颤 随即碰得坠落后软的树针中 身体微微抽搐着 许志坚收回右拳 缓缓道 这回彻底死透了吧 法空摇头 许志坚猛地扭头看过来 法空摇摇头 还没死透 许志坚皱眉道 现在还没死透 不可能吧 老江都被自己打出来了 还怎么活 法空笑了笑 有些事情 超乎想象的 尤其是虚空之上的力量 许志坚半信半疑地盯着胡书侠看 法空笑道 许兄不信的话 我们且留下来慢慢地看 看看有什么奇景 好 许志坚痛快答应 法空扫一眼远处 许志坚道 他们已经开始进攻了吧 法空道 胡书侠一打岔 范明那一路暂时没动静 他也受伤了 范明虽然重创了胡书侠 可胡书侠也不是吃素的 反击之下也重创了范明 否则也逃不出这么远来 范明受伤之后 恼羞成怒之下并没有急着下令 反而彻底冷静下来 他知道情绪激烈之下做决定是最昏庸的 是绝不能为的 所以在竭力平静 其他方向呢 还没开始 法空道 范明这一路把握着进攻的时机 他们不进攻 其他几路也不会开始 取之坚松一口气 他想在动手的时候在场 能够亲自出手对付大云的邪派高手 多杀一些 这些邪派高手每一个都该死 而不因为他们是大云人 更重要的是他们本身的邪恶 即使杀死他们救的是大云的无辜百姓 他还是觉得应该把他们杀掉 法空笑笑 了解他的心思 虽然不以为然却没多说 充分尊重他的想法 这也是朋友相处之道 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 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朋友身上 吃几次呼吸之后 一动不动的胡舒霞忽然颤了一下 他猛地睁开双眼 漆黑五眼白的双眼仿佛直通黑暗的深处 陷入其中永不能解脱 漆黑双眼一扫周围 忽然停住 取之坚决地自己呼吸一致 好像被无形的力量禁锢 牢牢地束缚不能动弹 他心神一转变知道这是心灵的力量 胸口忽然闪过一团白光 随即扩散到周身 重新恢复了对身体的控制 刚刚恢复身体控制 胡舒霞的拳头已燃到近前 便要击中自己心口 砰 他缩胸横挪 勘勘以肩膀撞上胡舒霞拳头 两人各自后退三步 宗真蹦射四方 有的炸碎成粉末素素而弱 砰砰砰砰 两人的拳头与拳头持续不断的相撞 恢复了与先前一般的情形 法空站在原地 打亮着胡舒霞的变化 此时的胡舒霞身体正在迅速恢复 法空很惊奇 他蹦散出去的脑浆竟然也能恢复 这完全违背了自己的认知 也违背了这世间的法则 在厉害的横练武功 只要把脑浆打出去 那便意味着必死无疑 脑浆不是别的 在脆弱的大脑之中 几乎无法恢复的 通过天眼通看胡舒霞的身体恢复 大脑在迅速生长 好像把婴儿到成年的过程加快了上千倍 一眨眼功夫 胡舒霞的大脑已经恢复如常 只是不知道他的记忆与性情是不是也恢复 他极为好奇 便在许志坚耳边说道 许兄 别急着杀死他 许志坚知道他又起了好奇心 无奈的点一下头 却不敢真的留情 胡舒霞身上的力量越来越强 甚至比先前更强了三分 他纵使修为进了一层 仍感觉到吃力 现在不是自己压着他 而是他压着自己打 越打下去要越吃力 有可能是先前一幕的复现 但这一次自己未必能更进一步了 那一次是后继勃发 自己的积累不足以再精进一层 所以必败无疑 可法空既然要观察胡舒霞 自己也只能勉强为之 砰砰砰砰 树林之中连绵不绝的闷响 地上与树上的松针爆炸之后化为 素素的粉末或者绿枝 迸射四方 法空脸色越来越肃然 居空降下的力量越来越强 到后来已然彻底的吞噬了胡舒霞 彻底夺射 法空摇头太一口气 终究还是走到这一步了 胡舒霞苦苦挣扎坚持 终究还是没能逃掉这样的结局 也是必然的结局 他心声泯然 双手结印 一道金光出现在天地间 化为一个金光照 瞬间扣到胡舒霞身上 居空仿佛传来一声力笑 凄厉而恶毒 曲至尖只觉眼前一晃 似乎天地在翻转 盲宁神定制 稳住身形 胡舒霞已然一动不动 呆呆站在原地 眼中的黑光迅速暗淡下去 眨眼功夫消失 他眼神呆滞 但并没闭上眼 也没有弃绝而亡 呼吸游在 眼神在 蒸蒸发呆 法空宣了一声佛号 双手结印 竖到佛咒落下 胡舒霞双眼转动 仍闪动着茫然不解 脑海里闪现的是巨大疑惑 自己是谁 自己在哪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法空叹一口气 出现在许志坚身边 失忆了 不可能彻底回忆起来的 许志坚皱眉看着他 那怎么办 不杀了 胡舒霞失忆了 也一样呆死 否则那些死在他手上的死不明目 会对他们 他想到这里 舒的一拳击中 胡舒霞心口 胡舒霞瞪大眼睛 茫然看向许志坚 不明白许志坚为何要杀自己 许志坚却看也不看他 反而看向法空 法空点点头 为施展佛咒相救 任由胡舒霞彻底的死去 抬头看向虚空 许志坚道 刚才的力量确实诡异 法空双手结印 忽然一道道 佛咒落到了许志坚身上 许志坚身上金光闪动 然后是白光闪烁 片刻后 法空又施展大光明咒超度了胡舒霞 又挖了个坑埋了他 第1576章彻底 站在坟前 许志坚神情复杂 胡舒霞可是光明圣教所有弟子都恨之入骨的一个厉害人物 最终还是化为一个心坟 世间再厉害的高手 恐怕都难逃这个结局 光明圣教弟子一直想杀掉胡舒霞 可是胡舒霞滑溜之急 现在也明白了 他还精通易容之术 而且他的易容之术不是一般的易容之术 可谓是毫无破绽 不仅仅变化容貌 变化的还有神态与气质 容貌能变化 气质却是日积月累所形成 几乎是不可能变化的 除非遇到了重大的变故 心境彻底变化 才能导致气质也跟着变化 除此之外 他实在想不出怎么变化气质 他心思忽然移动 难道是变化心境 通过变化心境与神态 动作的幅度 从而变化气质 他闭上眼睛凝私 法空站在他一旁没有打扰 也打亮着这胡舒霞 同时观察胡舒霞在地下的情形 即使在这般情形下 他仍存在着怀疑 担心胡舒霞这一次 也没有彻底死去 这些虚空之上的力量 有很多都是诡异莫测 超乎人们的想象 打破了常识 因为不是一个世界 所以这个世界的规则 对他们并不适用 虚空之上力量 所在的规则肯定是不同 但没有亲自见识过 很难想象得出来 生与死在这个世界 是界限分明的 但对虚空之上的力量而言 就未必了 所以不能慎 他想到这里 双手再次结印 一道无上金光咒 再次施展出来 落到坟上 金光一闪 扩展成一个金光罩 把坟头笼罩其中 曲之间扭头看向他 迟疑不定 他还能活过来 不好说 法空摇头 打亮着微微闪烁的金光罩 真的不好说 曲之间脸色阴沉下来 如果胡书霞还能活过来 那就意味着是杀不死的 那对光明圣教来说 便是一个灾难 他一定会报复光明圣教 一定会暗杀光明圣教弟子 将是防不胜防的 这胡书霞的修为太强 除非自己亲自出手 坏了任何一个光明圣教弟子 都不敌都会被他杀死 法空笑道 不会让他活过来的 怎样才能彻底杀死 曲之间道 不能再复活过来 法空道 不行就拿无上金光咒 镇住他 隔绝虚空之上力量的 介入便是了 这其实是最笨的办法 要拿无上金光咒 镇住他 就得将佛珠加持 上无上金光咒 可这加持的时间是有限的 可能维持十年或者八年 更甚至二十年或三十年 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 毕竟加持之后是不断消耗的 不能自己补充 十年或者二十年后 佛珠失去效用 无上金光咒失效之后 会不会再复活 这看似不太可能 可这种不可能在虚空之上的力量 跟前就未必不可能了 曲之间道 那就用佛咒镇住吧 曲凶 法空说了自己的顾虑 曲之间皱眉 他凝神思索了片刻道 难道就没办法彻底的消灭掉它 直接烧掉它能不能行 可以一事 法空焊手 还需要以特殊的火焰 才能彻底消灭 像脑浆被打出来之后 还能恢复 烧得只剩下骨头 能不能恢复过来 不能冒这个险 那就用特殊的办法 什么特殊的火焰 曲之间问 法空道 大光明咒吧 曲之间疑惑的看它 法空笑了笑 我这便施展了 虽然只是一瞬间而已 可它已然进入十轮塔内 消耗了一年的时间 苦思诸多佛咒 最终找到了办法 这便是大光明咒 在曲之间的好奇眼神下 法空双手结印 一只手掌竖起 另一只手掌结印 然后一团白光浮现在它掌心 随着它手印一变而化为一道白光柱投射到了坟上 白光柱渐渐变化 越来越白 曲之间皱眉后退两步 神情凝重 它感觉到了灼热 不仅仅来自于皮肤的感受 还有精神的感受 这种灼热好像不仅仅会烧伤身体 还能烧伤魂魄 当真是奇异无比 一簇火焰从泥土里冒出来 然后又是另一簇 又一簇 一簇簇不断地浮现 形成一片火焰池 曲之间被逼得不停后退 看向旁边的松树 可这些松树毫无变化 如果真有这么高的温度 它们应该已经扭曲或者变得枯黄彩势 偏偏没有变化 它疑惑之于越发好奇 盯着这些白色火焰看个不停 最终发现了异样 这些火焰似乎是真的 却又像是假的 处于虚实之间的状态 所以并不影响松树门 可隐约有黑气在慢慢地渗透 从泥土中浮起 一点一点地飘上来 白光将这些黑气烧掉 化为虚无 待一刻钟后 法空松开手印 白光柱消失 那些白焰也慢慢地消失 他好奇地看向法空 这也是大光明昼 法空点头 他们有何妙用 取之间疑惑 法空道 重新打开来看看吧 取之间双脚一跺 顿时碰得一声嫩响 一道泥柱拔跌而起 飞向一旁 泥柱离开之后便是一个坑穴 正是他们先前所挖 此时泥坑内有一件衣裳 衣裳被泥土所染黄 可还是能看得清 他便是先前胡书霞所穿 只见衣裳却不见胡书霞 好像胡书霞脱壳而去 这 取之间惊奇地看向他 法空微笑道 现在他彻底消失于这天地间了 甭想再回来 这是怎么做到的 取之间万分不解也万分好奇 显然是那火焰极为玄妙 法空道是将大光明咒的功用摧发到了极致 那便是净化 净化 许致坚沉吟 法空道 胡书霞的身体是被虚空之上的力量所染 已然不再干净 所以需要净化 虚空之上这道力量太过黑暗 而且对胡书霞的侵染极深 甚至侵染至每一根毛发 大光明咒提升到极致之后 便能直接净化掉 从而直接分解掉 这是大光明咒一个智的变化 从虚到实 也是他在十轮塔内苦修一年的成果 取之间感慨道 神乎其神 法空点点头 关键还是这股虚空之上的力量太过阴暗 太过歹毒了 取之间松一口气 笑道 这算是彻底除了这一害 法空笑道 凭此功劳 你应该再进一步的 取之间盲白手 第一五七七章领悟 他如今在光明圣教已然算是一人之下 数千人之上 可谓是位高权重了 但他知道自己的缺点 还是太过年轻了 见识太少 对世事及人心还是不够了解 了解也了解得不够深入 所以形势难免显得稚嫩 自己修为是强 可是身为光明圣教的高层 形势靠的不是武功与品性 还有智慧 自己智慧不够 便不该逞强 非要站在高位上 会影响光明圣教的命运 自己一人是少 就怕误了光明圣教的命运 从而导致害死大量光明圣教弟子 那自己就百死莫属了 罪过就大了 自己的心境也将崩溃 从而终生愧疚 所以现在的自己 最重要的不是升上高位 最重要的是要好好的增长见识 增长智慧 再者说自己现在也是生无可生了 自己在网上 难道要做教主不成 现在的自己还远远没到当教主的资格 想都不要想的 还差得远呢 即使要做教主 也至少要二十年后 现在还是老老实实的立功 搓磨 不要急于求成 不要急于网上升 法空看他如此 笑着摇头 好吧 许兄你现在确实没做好足够的准备 曲之间对名利没那么渴望 当他有了足够的把握 觉得自己比现在的教主更强 便会义无反顾的做教主 现在是不如教主的 曲之间道 杀了胡书霞 我们圣教上下都会松一口气 觉得通透许多 讲杀胡书霞却一直不能得手 一直被胡书霞暗中威胁着 便如有阴影笼罩在心头 所有光明圣教弟子都憋着一口气 这一口气既让他们自强奋发 也影响了他们的心境 这其实是不利于修为提升的 如今这一个阴影终于被自己除掉 他们便能恢复光明 心境一提升 修为也会猛涨一劫 他现在恨不得赶回教内宣布这个消息 从而振奋他们的精神 提升他们的修为 法空笑道 许兄 你既然急着回去 那便走吧 好 曲之间没跟法空客气 转身便走 法空与他并肩而行 刚才那还是大光明咒吗 曲之间好奇地问 大光明咒能到那般程度 法空道 也是因为碰到胡书霞 才能将大光明咒练到那般程度 曲之间抬头看一眼天空 天空晴朗 阳光明媚 他却丝毫感觉不到一点温暖 反而觉得阴冷与压抑 好像有无形的力量在靠近 法空笑道 虚空之上的力量既强大 也虚弱 没必要那么担心的 虚空之上的力量需要宿主 需要借假而行 曲之间点头 我明白这个 却总是不由的担心 法空道 如果要成气后 早就成气后了 也不会拖到现在 这倒也是 曲之间露出笑容 从前时候 还没有哪一个借助虚空之上力量的高手扬明天下 由此可知虚空之上的力量确实难成气后 他们想要兴风作浪 需要的条件太过苛刻了 想达到这些苛刻条件 难之又难 胡书霞这样的 是世间罕见 所以不需要太过担心 法空道 虚空之上的力量的来历 我一直在寻找 一直在探索 还是很有趣味的 那你要小心 别被他们缠上 曲之间道 悄无声息的 防不胜防 虚空之上力量的可怕便在于潜伏 隐于暗处 不知何时会发作 猝不及防 就像林飞扬这般的高手隐在暗处 随时准备刺杀 会让人寝食难安 法空笑道 他们想缠上我没那么容易 你也放心吧 有我那佛诸在 一旦有虚空之上的力量靠近 无上金光咒自然会发动的 曲之间露出笑容 笑容却很勉强 法空眉头一挑 忽然笑道 你不是想让你们每一个圣教弟子都有无上金光咒吧 曲之间摆手 他一边施展轻功一边笑道 我还没那么贪心 只是在想如何能克制他们 别看法空轻轻松松便给自己两串 其实把佛咒加持到佛诸上是很好神的 自己真要给圣教弟子美人一串 那就太过贪婪了 关键还是要找到克制虚空之上力量的办法 一劳永逸的解决 而不是只依靠法空 法空想了想 摇摇头 这很难 难也要做 曲之间道 否则起步成了待宰的羔羊 如果对虚空之上的力量毫无反抗之力 光明圣教弟子便太危险了 胡书霞死于自己之手 虚空之上的力量难道会就这么算了 那这力量也太善良了 这力量既然邪恶 那就一定会找自己报仇 自己有无上金光咒在 没办法靠近 那就只能从其他人身上想办法 所以圣教弟子便处于巨大危险之中 总不能等他们真遇害了再去想办法解决 法空沉吟不语 两人仍旧在吉池之中 没有停歇 很快回到了大光明峰脚下 停住了脚步 曲之间扭头看过来 没办法吗 法空叹一口气 虚空之上的力量 与我们的力量不同 确实很难防范 胡书霞的力量是他自己的力量 与虚空之上的力量相结合 形成了独特力量 如果纯粹是虚空之上的力量 威力是没那么强的 但同样也更难防 曲之间皱眉 法空道 这样吧 你将佛珠先解开 每人一颗 我过两天再送你几串佛珠 不必 曲之间摇头 法空失笑 许兄你呀 我再想想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你帮忙想想 我也跟教主及长老们商量商量 曲之间点头 法空站在原地 抬头看向天空 沐浴着明媚的阳光 慢慢踱步 曲之间也凝神苦思 法空在数个来回之后停住 缓缓道 其实你们的心法应该能克制他的 只是你们没找到罢了 曲之间一正 法空道 重新梳理一下你们的心法 想想看 有没有关于 玉外天魔的抗衡之法 曲之间皱眉沉思 法空道 心如强赌 这一句上 你仔细体会体会 心如强赌 外魔不入 许之间沉吟 若有所思 双眼渐渐明亮 法空笑看着他 看他眉头锁得越来越紧 便左手结印又长竖起 一道白光射向许之间 曲之间双眼一亮 恍然大悟 忽然哈哈大笑 明白了 明白了 他在这一刻忽然洞彻了大光明精内所蕴含的一段心诀 第一 五七八张克制 法空收了双掌 笑道 恭喜许兄了 曲之间一脸欣喜 感慨道 真没想到 大光明精内竟然蕴含着这般妙诀 恐怕千百年来都没有人领悟过这一段心诀 没有这般妙物 大光明精当真是深不可测 智慧如海 自己烦人烦心 实在没办法 净亏其妙 法空道 大光明精确实是博大精深 令人赞叹 他的诸多感悟便是来自于大光明精 而大光明精的传授并不吝啬 想学便可学 他还从许之间嘴里知道了诸多大光明精的感悟 这些都是可以传语教外的 根本原因是仅得了大光明精是没用的 关键的关键是光明之心 有了光明之心 便不会不利于光明圣教 曲之间看向法空 法空笑着白手 我还真没领悟到什么 全凭许兄你自己的智慧 曲之间摇头 你呀 没必要照顾我的心情 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法空笑道 我这是实话 曲之间笑着摇摇头 不再多说 抬头看向大光明风 双眼闪过凝重雨速杀 他们要开始了吧 快了 法空道 再过一刻钟就要发动了 曲之间咬了咬牙 这一次就让他们全军覆没 一轮明月挂夜空 洒下清灰 光明之心也悬浮于大光明风的上空 与明月相应 大光明风已然寂静下来 全没了白天的惨烈厮杀气息 恢复了宁静安密 法空与曲之间在他的小院里喝酒 曲之间的神情仍旧严肃凛然 到八字没紧锁 不能完全的释怀 如果不是法空在 光明圣教弟子这一次足以折损了大半 这些大云的邪道高手太过强大了 超过往常的强大 这终究是因为从前都隐藏了实力呢 还是因为别的缘故 这个缘故不弄清楚 实在不能放心 法空品尝这杯中美酒 曲之间这里所藏的美酒 都是难得一见的佳酿 他以光明圣教长老的身份 让所有弟子们都搜罗美酒 以供法空品尝 在外人看来这是逊思 他却坦坦荡荡 毫无愧疚 在他看来 法空帮光明圣教弟子太多 让他们松罗一些美酒以回馈 是理所应当的 法空放下碧玉杯 笑道 许兄 放心吧 他们是服用了某种丹药 激发了身体的潜力 这一次厮杀之后 即使活下来也要躺在床上一年半载 曲之间道八字眉一松 好奇的道 用了这 法空点头 折磨丹药 焚原丹 法空道 你应该听说过 焚原宗的焚原丹 曲之间哼一声 法空点头 正是 曲之间道 焚原宗可不是邪宗 而是大云的名门正宗 法空点点头 有大云朝廷在其中呢 焚原宗提供焚原丹 众邪道高手出手 这是朝廷在其中牵线 将焚原丹收来 再发给邪道高手们 前来攻击光明圣教的邪道高手 每人一颗 只是胡书霞是后来加入的 并不知道这个 曲之间忽然一笑 这一次 他们可谓是损失惨重 看他们还敢不敢再来 上一次折了一大批 再加上这一批 大云的邪道高手折损了大半 邪道高手可不是名门正派 也不是朝廷 是自私之极的 一旦被吓破了胆 朝廷给的诱惑再大 给的压力再大 他们也不敢再来的 法空点点头 差不多下破胆了 这一次原本也是犹犹豫豫的 朝廷是威逼利诱用到极制 才让他们出动 这一次之后 就使唤不动他们了 这些邪道高手便如双刃剑 既能伤别人也能伤自己 一个不好就是反戈之局 大云朝廷现在就面临着境地 这一次能驱使他们来攻光明圣教 是许下了极大的利益 功劳最大者要赐封一座山的 便如大前朝廷对三大宗所行之事 一旦赐了山 那便相当于万事不义之基业 什么政邪都无所谓了 可惜他们这一次没能逃过覆没之局 都没有这个命 法空知道这么多 是因为施展了大光明昼一一超度了他们 看到了他们的人生与经历 原本他是不在意的 可是经历了胡舒霞的事之后 他对于大云的邪道高手充满了戒备 谁知道这些邪道高手到底用了什么力量 不能大意 万一又勾动了虚空之外的力量呢 他抬头看向许志坚 肃然道 许凶 还是要小心虚空之外的力量 许志坚点头 法空叹一口气 我先前超度这些邪道高手 一共有13股虚空之上的力量 许志坚脸色微变 13股 法空道 算上胡舒霞的 一共14股 这恐怕还不是全部的 许志坚皱眉道 则会有如此之多 法空摇头 这便是传承的缘故 虚空之上的力量 可不是一年半载便能勾动的 虚空之上的力量 在大云隐藏寄身 扩散的野广 可谓是大麻烦 大云那边的邪道宗门 显然是有悠久的传承 长时间的勾动虚空之力 才能达到这般程度 恐怕大云朝廷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养虎为患 这些虚空之力是诡异莫测的 甚至连大云皇室的秘密力量 都被虚空之力所渗透控制 再这么下去 恐怕最终是虚空之外的力量 控制了整个大云 那才是大笑话 可怕的是 到那个时候 恐怕所有人都被蒙在鼓里 都没发现到虚空之外的力量 取之间咒梅道 我领悟了这段口诀 能对付虚空之上的力量 可是可大云朝廷根本不可能同意 光明圣教弟子前去 他们是将光明圣教弟子当成敌人的 即使相信光明圣教的话 也不可能答应 法空道 我会跟大云那边提一句的 取之间咒梅道 大云那边会相信 法空缓缓点头 九龙风便是一例 已然引起了狐猎人的警惕 再听说邪道各宗也有虚空之上的力量 他岂能再无视 那他们可有克制之法 取之间道 法空笑道 且看他们的了 按理说是有的 他并不觉得自己最强大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说不定古代也有更厉害的大能 自己能发现这些虚空之上的力量 那些古代的大能人就未必不能了 大光明经内蕴含的口诀 能克制虚空之上的力量 那大云的武林各大宗呢 说不定也蕴含着克制之法 否则 不等自己发现 恐怕大云早就被虚空之上的力量控制了 第一五七九章帮忙 取之间咒梅看着他 法空笑道 肯定是有的 要不然 虚空之外的力量早就渗透到各处了 可他看各家的心法 并不像有能克制虚空之外力量的 为何还能压制虚空之外力量呢 不是因为虚空之外力量自身的局限 那是一定有压制他们的力量存在 天刚宫嘛 他抬起头来看向大云天刚宫的方向 目光穿过众虫阻碍 穿过千山万水 幽幽落到天刚宫所在 片刻后 他慢慢点头 所谓的那几处骑地 蕴含的力量便是克制虚空之外的力量 大云果然是有克制虚空之外力量的存在 只是天刚宫恐怕自己的弟子们也不怎么了解 只以为是骑地 极为危险 不宜靠近 可能天刚宫的公主知道吧 他收回目光 深邃的双眼恢复如常 探道天刚宫确实有克制虚空之外力量的办法 那便好 许致坚松一口气 他随即道 可是天刚宫既然有这样的力量 为何还让大云的邪道宗门如此肆虐 为何不直接清除 难道不怕养虎为患 最终伟大不掉吗 法空道 他们身怀宝物而不自知 并不知道如何施展这样的力量 关键的关键还是他们看不到感应不到虚空之外的力量 因为看不到 有力也无处使 看不到 在他们看来就是不存在 更何况已然过去太久 天刚宫如今的弟子恐怕都不知道有虚空之外力量的存在 即使天刚宫的公主知道 恐怕也是半信半疑 还以为虚空之外的力量是在远古出现 如今已经消失了呢 岂不知虚空之外的力量一直存在 只是变得更隐蔽 变得更莫测了 曲之间皱眉 看不到 这如何是好 法空摇头 曲之间道 要帮他们一把吗 嗯 可以帮忙 法空汉手 此举不仅仅是邦大云 也是在邦大前 那些邪道高手能得到虚空之外的力量 可不仅仅是他们本人 恐怕整个宗门都一样 帮大云清理这些人 同时也是清理这些邪道宗门 当然也就是帮大前减轻压力 大云入侵大前武林的这些高手 多数都是他们 四大宗的高手并不会轻易动用 动用他们的代价太高 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动用 这其中涉及到了大云朝廷与四大宗的暗中博弈 毕竟大云朝廷与武林宗门的关系 与大前朝廷跟武林宗门的关系是不同的 大云朝廷对武林的控制远没有大前朝廷那么严 驾驭起来也没那么顺畅 那就功德无量了 取之间笑道 法空笑着点头 狐猎元收到了前方的消息 攻击光明圣教的邪道高手全军覆没 无一信念 这个消息将重创整个大云武林 狐猎元一听到这消息 马上便想到 这其中必有法空的影子在 法空一定是偷偷出手了 一定在暗中帮忙 否则不至于全军覆没 他恼怒之急 却听到外面的禀报 法空神僧求见 他这个时候一点不想看到法空 尤其现在是恨不得直接杀死法空 见了法空恐怕很难掩饰杀意 法空可不是一个宽宏之人 如果看到了自己的杀意 难保会做出什么不测之事 那内侍刚要转身离开 狐猎元却忽然道 算了 请他进来吧 是 内侍因一声退下 十几次呼吸之后 法空出现在大殿内 和十一里 微笑道 见过陛下 狐猎元发出一声猛笑 法空笑道 陛下因何发笑 朕为何笑你难道不知道 狐猎元冷笑连连 法空道 莫非是因为光明圣教之事 果然是你 狐猎元哼道 朕就猜到是你在暗处捣鬼 法空摇头道 动手的不仅仅是光明圣教 还有魔宗的高手 甚至还有三大宗的高手 如果不是你 他们怎会知道这一次的试探 狐猎元冷冷道 说来说去都是你 法空道 这确实冤枉了贫僧 狐猎元邪逆他 法空道 这一次确实不是贫僧式的警 是他们亲自探听到的 狐猎元皱眉 法空笑了笑 陛下不会觉得大殿打听不出来吧 这一次闹得动静太大了 狐猎元哼一声 故意吓一下一下他们罢了 法空摇头 陛下 贫僧前来确实是警的 嗯 狐猎元不解 他是相信所说的 法空既然说没有 那便是没有 知道法空不会说谎 听到法空说不是自己 狐猎元心中的怒气便迅速的消散 随即升起好奇 法空便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尤其说了他替众人超度之时的发现 虚空之上的力量 狐猎元脸色阴沉 他对于虚空之上的力量当然知道 尤其是上一次九龙峰之事让他格外的忌惮 他一直以为虚空之上的力量是极为罕见的 可能只有九龙峰出现 其他地方即使有 也是喊之又喊 法空摇头道 陛下天罕宫有克制虚空之上力量的祈宝 也应该有这一类的心法 狐猎元皱眉 法空道 现在的关键是没有人看得到他们 不知不觉被他们所控制与杀死 狐猎元脸色阴沉 缓缓点头 法空道 十几家邪宗都攻连着虚空之上的力量 这只是那些来攻光明圣教的 恐怕还有漏网之鱼 你可有什么主意 我会提供这些协宗的名单 至于怎么对付 还是陛下拿主意吧 狐猎元皱眉盯着他看 法空微笑道 陛下担心我这名单有问题 怎么对付他们 狐猎元亨道 没人能看到他们 该如何应对 法空道 天罕宫会有办法的 狐猎元摇摇头 法空不解的看他 狐猎元亨道 拿几串佛珠出来吧 你加持上佛咒 才能看到他们 将无上金光咒 加持到佛珠上 便可以依靠无上金光咒 来发现虚空之上的力量 天罕宫是厉害 可也未必能发现 虚空之上的力量 所以只能借助 法空的佛咒 法空迟疑 陛下 这恐怕 怎么 你不想帮这个忙 我倒是想帮忙 可就怕天罕宫有什么误会 并不会生我的佛咒 法空摇头 这涉及到天罕宫的地位 是绝不允许退缩的 否则就是承认不如自己 你拿佛珠便是 狐猎元道 阵字有办法 法空缓缓点头 他从袖中取出两串佛珠 狐猎元不满地瞪着他 法空道 陛下 加持佛咒可不是简单之事 是需要消耗修为的 韦石小气 狐猎元收下了两串佛珠 第一五八零张言兽 法空摇头失笑 狐猎元哼道 有了他们 便能寻得到那虚空之上的力量 便能克制得了吧 法空道 如果实在不成 我再出手 狐猎元看看他 法空微笑 狐猎元哼道 你会这般好心 法空道 陛下 我们大云与大前闹得再厉害 也只是兄弟打架一般 可虚空之外的力量不同 他们是与我们截然不同的观念与规则 甚至不能称之为人 狐猎元皱眉 不能称之为人 法空缓缓点头 将先前胡书霞的事说了一番 狐猎元脸色微变 如果胡书霞能做到这般 其他人呢 九龙峰的弟子呢 法空道 陛下放心 九龙峰的诸人留在镇龙渊 那是无余的 虚空之上的力量不能靠近镇龙渊 狐猎元 龙眉仍旧紧锁 法空道 陛下担心九龙峰的前辈们复活 狐猎元缓缓点头 胡书霞能复活 那九龙峰的前辈们呢 那些老不死如果活过来 造成的威胁是何等可怕 自己是绝对挡不住的 法空若有所思 陛下所虑 确实不得不防 我们走一趟吧 狐猎元神声道 朕随你再走一趟九龙峰 法空笑着点头 陛下 这又是一桩了 狐猎元美好气的道 放心吧 朕不会白让你帮忙 法空是神僧 可神僧不是神 也是人 也是需要好处的 不能只让他出力不给好处 法空道 那我在九龙峰第一峰等着陛下 他一闪消失无踪 狐猎元如今在看他这般神通 已然没有先前的忌惮 因为看清楚了法空的底线 再怎么着 也不会刺杀自己 那就没什么可怕的 两人在九龙峰一座山峰的山脚下相见 法空看一眼狐猎元 他已经换了一身长服 魁梧壮硕 看着如寻常的武林高手 他只有六个暗位在远处 狐猎元抬头打亮着这座山峰 叹一口气 站在此峰可以看到云京 也能隐约看得到进攻 可谓是最好的拱位之地 尖祖在此处设立护卫 也是煞费苦心了 最终却成了致命的威胁 可见世道人心 没有什么是不变的 尤其是人心 他感慨了一番 举步往上走 法空沉默 没有说话 两人一起到了半山腰 来到了一片石塔林中 看到这些石塔林 狐猎元的脸色便有些难看 群常人的葬礼可不是这般 皇家的葬礼也不是这般 这看似是佛家的形式 却绝不是佛家 每一座石塔都雕有奇异的花纹 盯着这些花纹看 隐隐便有眩晕之感 法空叹息一声 摇摇头 狐猎元扭头瞪向他 法空道 陛下你料准了 狐猎元咬着牙道 可恨之极 法空道 能够不死 谁又想死呢 陛下难道不动心 不动心 狐猎元冷冷道 法空摇摇头 狐猎元道 成为一个傀儡 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其实只是身体活着罢了 法空道 但总有一丝希望 觉得即使是傀儡 可能也有一点自己的魂魄呢 狐猎元美好气的瞪向他 法空笑道 陛下可想要严寿之法 狐猎元眼神一亮 法空微笑看着他 你有严寿之法 狐猎元缓缓道 法空微笑道 正下觉得呢 神通再强 也不能严寿吧 狐猎元沉吟片刻 摇摇头 而且佛家讲的是放下 解脱 觉得这世界是婆娑世界 是苦海 都想要离开的 恐怕佛咒里也没有严寿之法的 法空笑道 佛祖是承愿而来 为了传法 不能急着离开 需得严寿注视 达到了目标才能离开的 所以说 有严寿之法 狐猎元沉生道 他双眼紧盯着法空 不放过法空的任何一个细微表情 想弄清楚究竟 如果说别人的严寿之法 他会半信半疑 平时也不乏一些其人意识自荐而来 或者被朝臣们查上来 有的是神医 有的是义人 他都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寿命岂能说言辩言 真这般容易 古之圣贤还活着呢 可法空不同 一者是他神通广大 二者是他向来不说谎 只说实话 他若亲口说有严寿之法 那便有严寿之法 是可以相信的 法空缓缓点头 能年寿多久 狐猎元盲道 他心脏砰砰跳得厉害 即使羞维深厚 可是寿元与羞维有关系 却又没有那么深的关系 羞维深到一定程度之后 对寿元已然无用 寿数一道 羞维在深也禁不住岁月的冲击 摔袖而亡 法空道 严寿百年是没问题的 百年 狐猎元亚然 法空微笑道 陛下不信 如果真能严寿百年 那却实了不得 狐猎元皱眉道 朕也不必急了 自己现在这么急着一统天下 就是不想把这任务留给后人 后人没有自己这般英明神武 只会让大云越来越强 而不会更强 法空道 皇上原本也不必急的 狐猎元目光炯炯 深吸一口气 缓缓道 有什么条件 自己也不必在法空跟前强装镇定 没有人会不在意寿元 尤其是皇帝 法空笑道 陛下其实知道的 朕不知 狐猎元亨道 总不会是天下太平吧 法空微笑点头 皇上果然是知道的 让朕不得入侵大前与大勇 狐猎元道 法空微笑道 陛下活着一日 大云便不得入侵大前与大勇 如何 你要如何为朕严寿 狐猎元道 法空道 陛下应该知道了自己的寿元吧 狐猎元皱了皱眉头 摇摇头 法空道 其实天刚宫是能推算出陛下寿元的 他们不敢这么干 狐猎元冷冷道 推算皇帝的寿元这是大计 天刚宫但凡有一点敬畏 便不敢这么干 法空道 可以让天刚宫推算一下陛下的寿元 狐猎元皱眉盯着他 法空微笑看着他 没有多说 狐猎元思维电转 思索着他的话中之意 难道自己寿元已到了 可明明自己还正当壮年 而且也急在身 胸围也深厚 怎么可能这么短的寿元 讲到这里 他脸色迅速阴沉下来 朕的寿术要到了 法空摇摇头 狐猎元松一口气 法空笑道 陛下不妨去天刚宫推演一下寿术 然后再说说严寿的问题 狐猎元皱眉道 何必如此麻烦 你就直说 我到底还有多少年可活 第一五八一张业力 法空摇头 狐猎元美好气的道 何必掉朕的胃口 还怕朕不信你不成 法空道 所谓报喜不报忧 报忧那便是自找麻烦 陛下 我何必找这个麻烦 请要帮你 狐猎元美好气的道 你还怕朕找麻烦 你不找朕的麻烦 朕就感激不尽了 法空摇头失笑 陛下严重了 狐猎元道 赶紧说 法空沉吟着 慢慢说道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陛下还有三年的寿源 三年 狐猎元皱眉 朕的修为 至少能活到一百多岁吧 怎么可能只有三年 不知为何 狐氏一族的寿源都不久 可是活到一百年是没问题的 历代皇帝也都活到了一百岁 法空点点头 而且是无疾而终 看起来是寿源道了 狐猎元盯着他看 法空笑道 所以说 陛下不如去天罕宫推演一下 只有三年 狐猎元的脸色难看 他却是信了一大半 只是他很难接受这个现实 知道自己只能活三年 便如知道自己得了绝症一样 万般情绪顿时汹涌而出 不甘 痛苦 绝望及不舍 一起翻涌上来 形成了一道强烈的执念 自己绝不能死 绝不能死 自己一定要活下去 他瞪大眼睛 你有严寿之法 能言我百年寿源 法空太一口气道 所以说 有些事情还是不知道为好 尤其是寿数 照啰嗦 狐猎元哼道 死也要死个明白 朕可不想稀里糊涂的便死了 法空道 皇上还是先去天罡宫推演一下 免得总怀疑被糊弄了 朕会去的 狐猎元冷冷道 法空点点头 左掌结印 右掌竖起 随即一团白光在右掌心浮现 射向了一座石塔 石塔很快浮现出一簇簇白燕 细如烛火 片刻后慢慢的微弱暗淡最终消失 法空满意的点点头 这是大光明咒的进化 狐猎元道 法空点头 他随即道 皇上是有所怀疑吧 他不等狐猎元说话 双手结印 片刻后一片金光笼罩了整个石塔林 金光罩之下 可见数十道黑色主子从天而降 想要破开金光罩的防御 狐猎元看到这数十道黑色主子粗有一人核爆 除了先前被法空净化的那座石塔 其他石塔都无信念 所有的石塔都勾动着虚空之上的力量 很显然 九龙峰已然成了虚空之上力量的傀儡 不知不觉间 他们已经侵入及掌控了九龙峰 再下一步便要掌控整个皇宫 到时候 他们是不是要掌控整个大云 从而掌控整个世间 讲到这里 就让人不寒而栗 他咬牙切齿 冷冷道 九龙峰每一个家伙都该死 不仅仅是现在的九龙峰弟子 还有历代的九龙峰仙人 他们都勾结虚空之上的力量 都该死 法空笑了笑 继续施展大光明咒 一座石塔一座石塔的进化 花了大半天的时间 这一回 他们不可能再复活了吧 狐猎元看到金光罩上的黑色主子 一个一个的消失 最终彻底的消失 赤塔被进化之后 虚空之上的力量便不能落下来 因为没了勾结之物 他现在渐渐明白 如果没服召唤 他们是不会找过来的 须得先召唤他们 他们才会出现 说来说去都是内奸勾结外贼 如果没有勾结者 外贼便无法侵入 外贼是用心险恶 可内奸更可恶 最应该惩处的就是内奸 法空道 这一次应该是不会再活过来了 地下放心 如果不是这一次施展佛咒 他们真能活过来 狐猎元若有所思的看着这些石塔 法空笑道 地下动心了 狐猎元摇头 朕只是好奇 他们真能活过来不成 如果虚空之上的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 是能复活过来的 法空道 不过那个时候 应该不是本人了 只是肉身活过来 魂魄已然变了 夺舍 狐猎元沈生道 法空缓缓点头 狐猎元冷笑 当真可恶之极 法空道 这便是虚空之上力量的厉害之处 恐怕有很多人觉得能死而复生 所以虔诚无比 唉 世间谁能堪破生死一关呢 别说一般人 便是自己也是一样无法堪破 是不想死的 因为有了要师佛才能长生不死 生死之间有大恐怖 对死亡的恐惧 对活着的执着 足够他们笃信虚空之上的力量 奉上自己的虔诚与信仰 是啊 狐猎元叹道 也难怪他们能控制人心 他如果在得知自己受缘之前 对这个可能不屑一顾 可如今自己体会到了死亡的真正恐惧滋味 能感同身受 确实没有人抗拒得了能复活的诱惑 笃信无比也是理所应当 所以才更加的可怕 法空收手笑道 大公告成 我们也该走了 陛下还要再看看 如何才能延寿百年 狐猎元叹 法空道 陛下可打与那条件 如果朕不答应呢 那陛下就当做什么也没听到吧 法空笑道 陛下也应该知道 这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严寿乃是真正的逆天而行 你逆天而行的还少了 狐猎元哼道 寰阳大典不是逆行而行 他把多少人从地府抢回来了 这显然都是逆天而行 至今还活得好好的 显然是能逃脱天谴的 法空摇头 那是不同的 更重要的是 陛下可不是寻常人 狐猎元皱眉 法空道 他们横死 救回来也就救回来了 影响不大 不影响天下大事 可是陛下呢 对天地的影响何其巨大 如此说来 就这一人 抵得上他们千百人 远不止如此 法空摇头 要付出的代价远远不是他们能相提并论的 不是数量的差别 那是什么差别 就他们 功德与业力相抵 并不会殃及于我 而言皇上之命 则全是业力 法空叹道 皇上也知道 便是佛祖也怕业力的 业力 狐猎元慢慢点头 法空道 如果陛下能信守承诺 我试着以功德来抵消一部分业力 可如果陛下不答应 我便是惹火烧身 自寻死路 这般严重 狐猎元半信半疑 依照自己对法空的了解 真要这般严重的后果 他根本不会提这件事